新年快到了 怎样在半小时内用奥利奥做一份丰盛的年银饭甜品呢 这是奥利奥虎年特别款新年小红饼 柑橘荔枝口味寓意着大吉大利 先把奥尔敲碎做一个饼干底冷藏起来 然后直接在锅里加入奥利奥奶酪牛奶和糖 做一个简单的开开火就能搞定的芝士蛋糕 冷藏到凝固后把大吉大利的新年祝福摆好 剩下的新年小红饼中间加上主厨的汤圆外苏里诺 还可以加上融化的棉花糖 直接变身会拉丝的牛渣饼啦 真的是超火的过年小零食有没有 感觉丽芝口味的新年小红饼香醇可口又轻心不腻 祝大家虎年红韵 直到我做了雪花酥才知道它连续火了三年 真的是有道理的 又简单又好吃 包装一下送给朋友很有心意 起锅加黄油小火融化 倒入棉花糖 融化后关火倒入奶粉搅拌均匀 坚果部分我用的是天红排每日坚果 它有五种坚果搭配两株果干 再加入草莓干和饼干 翻拌均匀就可以下手了 尽量把棉花糖均匀的包裹住坚果和饼干 按压平整后撒上一层奶粉就算好啦 巧克力味和抹茶味是在奶粉中加了可可粉和抹茶粉 其余做法是一样的 简单包装一下寄给朋友 再打包一点每日坚果给他 干湿分离的独立小包装吃起来很新鲜 而且临添加好吃又营养 小时候放学学校门口又脆又香的蜂蜜脆底小面包 没想到再加用电饭宝就能完美复刻 用到的食材也非常简单 所有食材混合起来用筷子搅和搅和 让男朋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等他自我膨胀到两倍大就可以了 拿到案板上按压排一下气 然后把它分成小份团成球 擀成这样的长条 从一头卷起来从中间切开 借口处先蘸一下水 再蘸一下脆皮底料 摆到我最近超爱的美的电饭包里 这款之尊宝我太爱了 如果要给这份爱加一个期限 我希望是一万年 保温功能发酵三十分钟 再按一下蛋糕键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 拿出来 底部的脆皮焦黄酥脆 撕开里面松软可口 太满足了 顺便预约上明天早上的粥 取舰的路上再哭再累 也要认真地包好每一餐饭啊 家里有喝完的牛奶纸盒 先不要扔 简单几步就能做出 外面卖二十元一份的后切炒酸奶 还是中餐厅赵丽颖同款哦 快学会做给女朋友吃吧 把牛奶纸盒剪开 倒入浓稠酸奶 我做了三种口味 水果味的给小朋友吃 我更喜欢奥利奥口味的 夹心是脆脆的饼干 上面再撒一层坚果 第三种是芒果蔓越莓口味 真的毫无难度 全部做好后冷冻过夜就可以了 撕开包装切块就可以吃了 冰冰凉超满足 有条件的姐妹 一定要试试上面撒一层跳跳糖 吃起来太妙了 吃完东西 我会和老公一起收拾 我们一直用中餐厅同款 威猛先生懒人水清洁桌面 一喷一擦特别省事 厨房抽油烟机 我们会用懒人水的CP组合 重油污净 你们家是谁千里厨房呀 今天是简单又绝对好吃的 经典英式甜品 蔓越莓司康 要一口外酥里软真的绝了 只要把所有食材一样样丢进去 用手握匀 再打入鸡蛋牛奶混合液 翻拌均匀 最后加入蔓越莓 拌匀后整形成圆形 先拿去冷藏半小时再切开 表面刷一层鸡蛋液就可以烤了 咬一口蛋香奶香结合 酥软又好吃 下午茶搭配一杯橙香热红茶 我用的无汤灵卡 冰力无忌的康师傅冰红茶 它是香醇红茶 加上清清柠檬 酸甜爽口 而且不含气泡和碳酸 放心喝也无负担 现在还可以抢限量款双子罐哦 咬一口就满嘴爆浆的 简质起早餐 没有人能拒绝吧 两颗鸡蛋加盐牛奶和淀粉 搅拌均匀 倒进不沾锅里晃匀 两面都煎一下 摊成鸡蛋饼 再把芋头和死薯 放到清湿锅里蒸一下 加一点牛奶和蜂蜜 压成香香的芋泥 然后把芋泥铺到鸡蛋饼上 有条件的小可爱 还可以来一点肉松 这样卷起来 低卡又好吃的鸡蛋卷就搞定了 再用我高颜值的小锅 缩一点无糖奶茶 一顿幸福满满的早餐 真的能让打工人满血复活呀 搅拌均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外焦里嫩的荷兰松饼了解一下 简单到只需要搅拌一下就能成功的入门鸡甜品 直接在碗里加入牛奶 再加两颗鸡蛋 再加点糖 把面粉筛进来 全部搅拌均匀 面糊就做好啦 过筛一次 倒进提前有融化好黄油的模具里 烤箱200度20分钟 稍微变凉后摆上自己喜欢的水果 我还加了桂格活菌麦果脆 里面有超大块的酸奶块和果干 而且有酸液进口活性乳酸菌 更好消化 直接干吃也很美味 再用一分钟做一份热牛奶 搭配桂格活菌麦果脆 里面的燕麦来自澳洲进口 热量很低 满满一杯超满足 假期可真幸福啊 想不想吃白白胖胖的雪妹娘 听说外面卖10块钱一个 自己在家做轻轻松就是一大盘 吃不完的放冰箱冻起来 就是超级好吃的冰淇淋了 屏幕上的食材混合均匀 过筛一下 上锅蒸30分钟 正好不烫手了 把黄油揉进去 皮就做好了 分成30克一个的小剂子 擀成圆片 奶油加糖 打发到不流动的状态 然后找一个小碗 这样组装起来 中间可以放切碎的草莓 或者整颗草莓 也可以放饼干碎 最后包成一个小包子 雪妹娘就做好啦 舀一口软糯香甜 加的一口乐无糖肉糖 让雪妹娘的口感更妙了 它有五种口味 吃起来有淡淡的香气 口感温和 把它们打包好 带去公司送给同事 做圣诞礼物啦 星爸爸同款的爆头麦粉蛋糕 是我油烤箱以来 做过最简单的蛋糕啦 而且全程不用打发 一个配方可以做三种口味 按顺序把这些非常家常的材料 丢进碗里搅合搅合 然后把事先混合好的干粉类 刷底下都倒进来 搅拌到没有明显的干粉颗粒就可以了 完美爆头的前提 是把纸杯加到十分满 撒一点巧克力豆装饰一下 就更有实意了 原味蛋糕是把可可粉换成低筋粉 再加一点杏仁片 抹茶蛋糕是换成抹茶粉 加一点坚果碎 三个口味的具体配方 我都放在最后啦 老规矩打包好去送给闺蜜 昨天谁说想到我闺蜜来的 最近很火的奥利奥蛋糕 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来帮你们试一下 味道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竟然还不错 就是巧克力蛋糕的味道 可以试一下 十个女生 九个喜欢喝羊枝甘露 夏天来啦 多做几瓶 放到冰箱里可以喝很久 做起来也超级简单 水开下西米 煮到中间有小白点 就关火焖15分钟 再准备一点西柚和芒果的果肉 芒果肉一小半切小块 剩下的加牛奶打成奶昔 最后开始组装啦 感觉这样都能出摊了 准备大截瓶出去和小姐妹吃火锅啦 你们平时有没有打印照片 记录手账的习惯呀 用佳能CP1300照片打印机很方便 连上手机随时可以打 各种尺寸的都可以搞定 还不容易褪色 生活中小小的仪式感沉浸下来就是我们的青春呀 怎样卢串才能不怕胖呢 来试试能吃也能喝的水果串串茶吧 喜欢吃的水果可以一样多来一点 切成小块放到冰箱木具里 果冻部分用过滤水更放心 加一点糖和白凉粉 搅拌到煮沸就可以了 真的是简单到开开火就能搞定 等待的时间来做冷泡茶底 最近家里换了必然德 Untap型龙头净水器 再也不用担心自来水中的杂质了 过滤后就可以喝啦 现在酒酒大醋与优惠可以安排 试过春春茶做好了 低卡又满足 抱着一大桶这句也太爽了 你有多久没有取悦自己了 今天心情很好 准备做一款超简单的奥利奥 双层慕斯做下午茶 这个蛋糕的简单之处在于 原料简单 做法也简单 而且也不用烤箱 下层是牛奶巧克力味道 开小火加热 搅拌均匀 喜欢更甜一点的小可爱 还可以加一点糖 做好后倒入模具冷藏起来 上层是奶酪味超浓郁的慕斯 奶酪有一点酸味 所以这里一定要记得加糖 上层也做好后冷藏三个小时 最后均匀的筛上一层262饼干碎就搞定了 我要开动了 上次直播很多姐妹问我 怎样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秘诀就是它 有营养又料足而且很新鲜 对皮肤特别好 我都吃了好多了 姐妹们要记住啊 取悦自己比取悦别人更重要 快喊你的姐妹 安排这个好吃到掉眉毛的纽约知识蛋糕 简单又高级的冬日下午茶甜品就做它吧 蛋糕底就用自己喜欢的饼干 敲碎之后和黄油搅拌均匀 用勺子压平 蛋糕部分就是依次加入屏幕上的食材 每加一种都要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加下一种 这是真正会搅拌就会做的蛋糕 最后过筛一次倒入模具里就做好了 是不是超简单 放进美帝然卡料理炉 烤盘加水 用热风烤模式 180度先烤30分钟 转150度再烤30分钟 这个料理炉支持华为鸿蒙系统 可以通过美剧APP进行美食分享和互动 特别好玩 做出来的蛋糕口感绵密细嫩 一口一口停不下来 只要你家还有两个土豆 就可以做一桌超美味的下午茶 土豆切片蒸熟 加一勺盐 胡椒粉压成土豆泥 再加入淀粉混合均匀 一半做成可爱的笑脸薯饼 用筷子和勺子压一下 另一半切长条做成plus版的薯条 然后下锅炸到金黄就可以了 自己做的一点也不熟悉餐厅的味道 绝 吃完后我经常用威马先生懒人水来清洁桌面 一喷一擦很方便 至于厨房就交给威猛先生重油污镜了 请以灶台烟机的顽固油污很有效 而且不刺鼻 祝大家也吃得开心 外面卖20块一个的马卡龙 也被称作少女的松兴 自己在家做只需要三种材料 它不香吗 这种以前是法国贵族专属的小甜品 做起来也非常简单 杏仁粉和糖粉 过筛以后搅拌均匀 再加入蛋清按压均匀 就完成一半了 另取一点蛋清加糖 打发料提起打蛋器 有小煎沟的状态 然后少量多次加入煮沸的糖水 高速打发 打到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把蛋清分三次 加入面糊中翻拌均匀 直到面糊像飘带一样 这样轻轻滑落 就不用翻拌了 然后挤成这样一个个小圆饼 再放在通风凉好的地方 把它的外壳亮到不粘手 烤箱160度15分钟 再分享一个 我很喜欢做起来也很方便的夹馅 咬一口 你就会明白它为什么卖这么贵了 丰富的口感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